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美國星島中文電台聽眾朋友 你們好 我如飛 又回到時事觀察的時間了 第二節就講一下中國國情 很久沒講了 今集講我一直想講的民族英雄 以及深藏功名這種精神 9月29日 當香港還是很亂的時候 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 舉行了一個隆重的儀式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勳章 和國家榮譽稱號 以及友誼勳章 這三種獎勵的頒授 當中有香港前特首董建華 他是以一國兩制 結出貢獻者的稱號 獲得國家榮譽稱號 這個獎章 是28位獲得這個榮譽的其中一位 至於友誼勳章 是頒比促進中外交流合作 維護世界和平的外國人 共六位是包括古巴領袖人 盧爾卡斯特羅 泰國斯林通公主 至於得最高榮譽 國家勳章的有8人 當日的頒授儀式規格很高 三類獎項的獲得者 集體坐禮賓車去會場 他們坐駕的旁邊 是有國賓護衛隊 車隊陪同 總之是在高規格之下進行 對比金色大廳的輝煌 受勳那幾十位長者 精神面貌都相當淡泊淡靜 如果有看中國央視節目的朋友 一定看過講張富青的公益廣告 對他的點提口號 是說他一生都深藏功名 八位國家勳章獲得者的姓名 大家可以上網找來看 也建議看看他們的生平故事 從中可以領回中國想建立什麼社會價值觀 在講張富青之前 我簡單講幾句八位之中的黃毓華 黃毓華是中國船舶重工集團 719所名譽所長 同時是中國核潛艇之父 他的工作涉及國家機密 仍然在工作崗位的時候 萬港華獎項不能頒給他 就算家人都未必知道 他實際做什麼工作 中國在過去七十年 好像黃毓華這種人很多 深藏功名的人淡薄名利 為其如此才夠靜 夠專心地成就國家級的大事 以下我用小小時間簡單講 八位得獎者之一張富青 老兵張富青在1924年底出生於陝西省漢中市 他有七十一年黨齡 即是建國前一年他已經入黨 比共和國還大一歲 張富青24歲當兵 31歲 1950年代 國家連朝鮮戰爭都打完之後 帶著新婚太太 不是回陝西老家 是選擇服從大局分配 去到以山區為主的窮鄉闢陽 湖北省殷斯州來鳳縣投身建設 直到退休 乃至現在 他都長居在來鳳縣 1984年底 張富青退休 退休前 他在遠級的建設銀行做副行長 大家留意一下 由這個退休年齡反映 他的人生階段 是與新中國共患難 不是共富貴 中國真正有發展 以及全民改善到環境的 是他退休後的三十年 張富青的故事是在2018年前後 才被留意 2019年他95歲 正值七十週年國慶 張富青就獲頒受 《國家勳章》這個榮譽 以上是大致的框架 以下是幾件細節 剛才說了2018年前後 傳媒才留意到張富青的故事 原來當時來鳳縣人福局 即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就採集退休軍人的資訊 他的兒子張健全知道後 就回到問老爸 是否有信息可以填報 張富青在那時打開 他帶在身邊六十幾年 連鎖都壞了的小皮箱 在裡面拿出一個小布包 叫他的兒子送去那個信息中心 中心的工作人員打開一看 嘩!不得了!原來張富青戰功雷雷 小布包裡有一本《立功證書》 記錄他在解放戰爭時立下的顯赫戰功 我先插播一句 張富青之所以從軍 是因為國民黨抓了他的兒子去做壯丁 即是拉夫打仗 張富青就用自己來交換 讓國民黨放回他的兒子 在被迫當兵兩年 張富青飽受欺凌 他被派去做煮飯、餵馬、洗衣 打閘這些工作 稍有出錯就被長官用皮鞭抽打 之後解放軍打贏了他所屬的國民黨軍隊 即是等於解放了張富青 他就在那時加入了共產黨做解放軍 在充滿了軍人有愛和團結之下 他打出了亮麗的戰績 張富青得過軍一等功一次、師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團一等功一次 兩次獲得戰鬥英雄稱號 另外還有由彭德懷等人簽署的報公書 也有一個西北軍政委員會頒發的獎章 上面刻著人民功臣四個大字 而原來連張富青的老妻孫玉蘭 都不太知道他立過什麼顯黑戰功 只知道他滿身疤痕 他右手的翼下有被燃燒彈燒傷過的痕跡 皮肉有一塊黑色了 他的頭殼有一道陷了的縫 他那一口牙齒都被槍彈震鬆了 張富青一年四季幾乎都戴帽 不是因為他怕冷 原來是因為頭部受過重創的後遺症 天氣一變他就會頭痛 而左手拇指關節有一塊骨頭突出 是與打仗時包紮得比較急有關 紮得不好所以骨頭變形 各種戰爭都完成之後 因為當時國家百費待興 張富青又接受組織安排 去條件艱苦的湖北省殷屍地區做支援建設 解決山區人口的溫飽問題 詳情今天沒時間細講 總之他主要是支援糧食生產 張富青和幹部都用心工作 不通電不通水不通路的特困區 他們都親力親為 在他與其他幹部長期的支援下 湖北省殷屍地區元卯洞公社 所核的二三十個村 在他任內都全部脫貧 而過程中張富青完全有機會為自己的家庭 謀取一些便利 但他沒有這樣做到 始終確守以黨和人民的要求為首要這種信仰 之後張富青轉去圓的建設銀行工作 1984年退休時是副行長 他住了三十多年的一個舊單位 就是當年分配的住房 採訪他的記者走進客廳 發現那些傢伙都是舊的 還有不成套的 即是說一點都不講究 進去他的廚房 幾隻碗就載著一些鹹菜 米粥和饅頭 他們吃得很清淡 雖然清淡 但是這對老夫婦吃得很安樂滿意 至於他的家庭 長期以來因為張富青 他越身不高 家庭收入慢慢緊 除了患病的大女兒 其他三個小孩年幼時 一放學就要去剪煤塊 執柴火 背石頭 打辣椒 即是什麼都要做一下 張富青持家很嚴 他的大兒子張建國高中畢業之後 就聽張富青的意見 響應國家號召 下方去萬某臨場直臨 過著艱苦的直臨生活 他的大女兒因為患病 到現在都跟他們住 小女兒就在衛生院做普通職工 而兩個兒子都是從基層做起 一步步成為院裡的幹部 總之一家人從未因為張富青 深藏的戰功 乃至後來的幹部生涯 而從中獲益 2012年張富青的左腳突然受感染 要高位折肢 他為了不讓子女擔心 憑他頑強的意志 手術後一年而已 他那時88歲 竟然有能力裝儀而知 學習重新站起來 張富青的兒子張健全說 有一次有軍人記者來採訪他 他見到他爸爸很開心地 穿了整套軍裝等記者 至於張富青藏起來有戰功的小布包 他每年只會在清明時節才拿出來 勉懷他犧牲的那些戰友 而1954年 全國人民 衛民人民解放軍代表團 頒發的一個堂匙杯 即使已經有破爛 他仍然擺在觸手可及的地方 好了 節目結束前總結 八位國家勳章的獲得者 他們的獲獎原因和條件 反映國家對英雄的定義 張富青一生 從來都沒有踩著功勞補償的戰功 撈過一分私利 他的家人都沒有從他的身上謀過私利 淡薄名利 深藏功名的意思 是不將聲明兌現為利益 這些就是國家要致敬的英雄 我們除了致敬 更應該讀懂張富青的選擇 以及國家頒獎給他們這種人者的意義 今集就給大家看味 深藏功名的心意 好了 第二節的時事觀察到這裡為止 我是余飛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